女佣在主人家和男友亲亲 而且就当着女主人的面做这种事 女佣的所作所为 被女主人安娜看得一清二楚 安娜并没有打算上线阻止 而是选择无事 安娜这回楼上将瘫痪的婆婆退回房间 此时女佣听到动静也匆匆赶来 询问安娜是否需要帮助 安娜定定地看着女佣 她的思绪还停留在刚刚女佣房里看到的那一幕 性格温柔又传统的安娜 并没有当着婆婆的面指责女佣刚刚做的事 安娜加信富裕 丈夫安威是个有名的律师 晚餐结束后 安娜的丈夫要去开会 婆婆却抱怨安娜 如果有了孩子 安威可能就不会这么忙碌了 婆婆无意间的话语 却刺上了安娜的心 她何尝不想拥有一个可爱的孩子 只不过丈夫工作繁忙 根本没有时间和她一同孕育一个孩子 当晚女佣进来扶着安娜洗澡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 女佣开始诉说自己的家庭情况 她告诉安娜 自己家住农村 在来到安娜家之前 从未见过什么预告 而她唯一能洗澡的方式 就是在厨房的大木桶里洗澡 即便条件简陋 她也十分享受着热水 好过自己肉体的美妙感觉 不过女佣家人口很多 她不能霸占木桶过长时间 安娜听了女佣的描述 内心只觉得她有些可怜 安娜从小紧一浴室 却连洗完澡都不用自己擦干 女佣的这种生活是她不敢想象的 二人通过此次的深夜会谈 关系融洽了不少 这天 女佣突然提出 想带安娜回家看看 从小在大城市长大的安娜 从未见过乡下的景色 便答应了下来 二人就着颠簸的大巴 一路摇摇晃晃 来到了女佣的家乡 一片响和的村庄 让安娜的内心感到一阵抚慰 女佣的家人也十分朴素 她们热情地拿出自尿红酒招待安娜 乡下的一切 对于安娜来说 都是新鲜的 在这里 她第一次闻到稻草的清香 喝到带着母牛体温的鲜牛奶 女佣还特意带着安娜 找到一处荒废的池塘 安娜学着女佣的样子 脱去外衣 二人在池塘里 来得十分畅快 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回到城市后 安娜本以为自己 交到了一个不错的朋友 可女佣做的一件事 彻底打破了她的幻想 女主人看见女佣 偷走了丈夫 放在抽屉里的钱 作为主人的她 本该上前大声呵斥 可女佣却仿佛 双目失敏一般 毫不在意 很快 阿伟就发现自己的钱丢了 安娜知道这件事 是女佣做的 为了掩护女佣 她告诉阿伟 是自己将钱拿走 给大姐买生日礼物了 奇怪的是 安娜的好心 并没有换来女佣的感激 反而受到女佣的警告 安娜并没有因此闹怒 而是觉得 女佣是个很有趣的人 她开始有意无意地观察女佣 似乎是想看透 这个女佣的脑子里 究竟想的是什么 可女佣却因此 愈发大胆起来 这天 她向安娜借走了汽车钥匙 说要去乡下办事 可女佣这一走 就是一整天 女佣一走 家里的家务活 就沦落到安娜的身上 娇神怪的安娜 哪里做过这样的事 等女佣回来时 安娜已经憋得一肚子活了 可女佣不仅没有表示歉意 还有些理所当然 仿佛真正的女主人是她一样 安娜气愤地将拖把 扔在地上 抿开了 安娜回到房间 将自己的衣服换下 看到女佣跟着她进来了 安娜没好气地 要回了车钥匙 女佣不省心 婆婆也是个麻烦主 无论安娜怎么劝说 婆婆都执拗地认为 吃药只会让她的病情加重 安娜彻底不耐烦了 她摔门而去 拉到厨房 她又撞见了女佣 在私会男友 她不好当着万人的面 跟女佣难堪 只好催促女佣 晚餐记得正点送达 女佣密会男友 这件事还不足以让安娜 彻底恼怒 当晚安娜在女佣的邀请下 去了舞会 这是安娜平生 第一次参加这样混乱的舞会 女佣和她的朋友们 坐在角落里 粗鲁豪迈的饮酒谈天 丝毫不把安娜 当作父太太看待 舞会上的男人们 更是大胆放肆 没聊了几句 闲住手已经摸上了安娜的大腿 安娜无法接受 气愤地推开眼前这个地中海 逃到了外面 然而 一个小胡子去驱车 拦住了她的驱路 眼下安娜正在气头上 面对小胡子的搭讪 安娜直接甩开了她 打电话给了自己的丈夫 可阿伟此时正在忙于工作 没法拒绝安娜 这安娜既无耐又伤心 她挂断电话 赌气般坐上了小胡子的车 从这一刻开始 她堕落了 当晚安娜回到家后 拼命地擦洗自己 似乎是想要挤去 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突然 女佣闯了进来 她指责安娜不顾及她的感受 居然中途离场 让她在自己的姐妹面前丢了脸 看着喋喋不屑的女佣 安娜觉得自己头都要炸了 她仰手 一耳光打在了女佣的脸上 似乎是想让她 清醒一下自己的身份 安娜的耳光并没有善清醒女佣 反而让她记恨在心 此日安娜家来了客人 女佣有一些笨手笨脚 安娜忍不住训斥了她几句 可女佣居然直接将食物 倒在了客人的身上 撤起安娜再也忍不住了 她告诉牛 明天她不用来上班了 可她话音刚落 女佣就将全部的盘子砸碎 从未见过如此嚣张的女佣 她将女主人引入到地下室 又蒙住她的眼睛 开始戏弄女主人 楼上的婆婆听到动静 大喊安娜的名字 沉迷于游戏中的安娜 选择了自动屏蔽 婆婆久呼不应 只好自己挪动着残疾的双腿 打算去门口开门叫人 而这时 牛刚好拥着安娜 到了婆婆房门外 安娜一把推开房门 婆婆硬生倒地 牛上前查看情况 婆婆已经没有了呼吸 安娜拉下眼罩 看着失去呼吸的婆婆 男男自语着 不是我 不是我 葬礼上 安娜并没有向丈夫实话实说 她伤心地流着眼泪 似乎是在向离世的婆婆 表示歉语 婆婆的离开 并没有阻挡丈夫忙碌的脚步 送走婆婆的尸体后 丈夫就要去国外出差 安娜只好忍着伤心 向暗人告别 丈夫离开后 小胡子又过来救援安娜 此时悲痛欲绝安娜 哪有什么心情 小胡子在安娜不肯 以为她在玩欲情故纵 特意下车拉着安娜 谁在安娜耍了她一耳光后 直接离开 跟在安娜身后的女佣 看到这一幕 从小胡子口中 得知了关于安娜的一切 深夜 安娜独自一人在客厅 孤寂地睡去 女佣竟趁机打开了家门 将小胡子放了进来 她躲进了安娜的卧室 模仿着安娜的一举一动 勾引着信仰男男的小胡子 突然 电话铃声响起 打破了女佣的好事 也惊醒了睡目中的安娜 安娜起声接通的电话 是远在国外的丈夫打来的 二人简单聊了几句后 就互道晚安了 挂断电话后 安娜慢悠悠回到卧室 刚打开门 她就被躲起来的女佣 和小胡子给控制住了 当人家安娜绑在椅子上 安娜想反抗 可女佣居然用婆婆的死影 威胁她 就这样 安娜受到了人生中 最大的屈辱 结束这痛苦的一夜后 安娜就接到了丈夫 要回家的电话 两个月后 安娜和丈夫搬去了新家 她也如样 怀上了一个可爱的孩子 为了让女佣不再用这个借口 威胁折入她 安娜辞退了她 这样 她的秘密 就再也不会被泄露出去了 新家还在设计装修 有了孩子的阿伟高兴极了 她轻抚着安娜 微微隆起的肚子 似乎已经在描绘 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了 突然门铃响起 安娜打开门 是中介介绍的新女佣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电影的全部内容 不管你来或不来 娜娜每天都会为你少好